2024鐵路便當節以山嵐海峰賞石漫遊為主題 共有53家來自台灣及國際業者參展 其中有來自12家日本鐵道同業 兩家國際美食業者推出多款色香味俱全的便當美食 國內參展業者也推出各式特色商品 讓民眾在品味美食的同時深入了解鐵路文化的魅力 第一個是我們日本的朋友 是我們一直以來支持我們這個鐵路便當節的一個友好的一個夥伴 第二個今年比較特別的是馬來西亞的一個商品 還有我們各縣市 今天特別要說明各縣市 我們有新竹縣 新竹市 金門縣 還有花蓮縣 有這麼多的一個單位來參加我們這個鐵路便當節 是我覺得比較興奮的事情 我有希望有一天全省的每一個縣市的縣市政府都可以聽到今天我在講的話 以後把你們限定的特別的商品來這邊宣傳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台鐵便當店也將販售16款特色便當 並推出 並推出下半年投入營運的台鐵新型觀光列車海峰號山藍號限定造型 陶瓷便當盟運用創意的烹調方式以嚴選在地食材 呈現出別出新材的便當 今年我們推出山藍海峰這兩個觀光列車 各位都知道觀光列車其實是在促進國家的一個經濟的繁榮 其實它很特別今年要推出 那我們也按照這兩個便當的特色 我們開發了各兩種商品 這兩種商品我們叫做 它是山藍海峰號 所以山藍號就配合的一個叫山珍 那海峰呢就是海味 這個是山珍海味的意思啊 各位也可以品嘗看一下 這個很特別的一個瓶子的設計 陶瓷 那我們今年也趁這個機會來介紹給 所有的我們的好朋友知道我們今天有這個活動 也希望大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也跟好朋友邀請他們來這裡參加 我們鐵路便當節 鐵路便當節宣傳影片 結合鐵道便當與響石漫遊概念 由台鐵經典吉祥物鐵魯 帶領觀眾探索獨特的鐵路文化 品味各地的美食佳肴 感受旅行中的美好與驚喜 搭配便當食材 獻上心理遊戲 山藍海峰便當PK 以及台鐵便當人氣票選等互動活動 邀請民眾參與這充滿獨特魅力的美食盛宴 記者聯繫會 台北報導 但是我的下返關 電視大使 都是現職派的 愛媛